新加坡调涨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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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马也跟着调涨过陆费 和征收出经费 两国政府这样搞一搞 苦的还不是我们人民 尤其那些每天来为新加坡 打工的大马老公 切!他们做的是新币 一块钱兑块马币 两块半 占那么一点点他们才Care咯 占一点点? 账户都是上百%的咧 我听我亲戚的儿子说 现在他每个月的通关费用 都要两千多块了 切!如果嫌贵 那就留在大马打工啦 我们这里又不是没有工作做 到时候又不用天天来回 那么累 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家人咧 你看这不是一举多的咩 所谓的一举两得有谁不想 他们也比你更清楚 但我相信 他们之所以选择月提器打工 必定有他们的考量 最现实的当然就是 那些诱人的汇率咯 诶!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钱咩? 那既然这样 那就不要怨天游人啦 毕竟这是他们的选择嘛 你说的对 这是他们的选择 但也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的选择 尤其在这个本地人都快买不起本地房子 还有大学毕业生刚出来工作的薪水 连新加坡的厂工都不如的年头 他们真的还有更好的选择嘛 虽然你讲的有一点点道理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凄惨 尤其当他们每个月把薪水兑换成马币的时候 哦!还有吗?现在受影响的也只是他们罢了哦 你我有必要那么关心咩? 你这也太单纯了吧 通关费调涨所影响的层面可广呢 当中最直接的就是影响了来马旅游或消费的新加坡游客人数 我看报导 已经有新山U战业者申诉营业额下出了20% 我想类似的新闻还会陆续有来 还有!我听说一些州属也想效仿楼佛 征收出禁费 到时候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占领事件 跟你说那么多 还是没用的啦 你这些不然不会明白了 不了了